作為一個港女,除了手機自拍之外 即影即有都可以說是另一個必備的神器 我平時都喜歡自拍 我亦都喜歡玩即影即有 因為喜歡它可以 一拍完馬上有張實體照可以拿著 感覺很開心 有些會覺得很浪漫 不知道你又是不是這樣想 但今次就分別找來市面上 較新的Instax Mini 70 以及以多模式和型格外型的Impossible i1 先試的當然是自拍 Candy兩部機都用過來自拍 不知道有什麼感覺呢 自拍的話 i1可能比較難自拍 因為它比較大 女生拿上手就沒那麼舒服 但變成Mini 70會比較容易拿 角度比較適合 自拍方面我就會選Mini 70 不單止是這樣 仔細看自拍照的成像的話 都會發現Mini 70拍出來的 相對會比較wide 不會過分close up 但i1也有它的過人之處 除了機身前方用了Ring Flash之外 玩法亦都較多 用家除了一般按快門拍照之外 亦都可以透過手機APP 以藍牙連接相機 用多個不同模式 包括手動、自拍計時、雙重曝光 以及Light Painting等等 當中的手動模式 特別將即影即有相機 變成一部全手動的菲林機 焦距、快門、光圈等等 都可以自行決定 拍出不一樣的即影即有 如果說到整體拍攝 Candy又會選哪一部呢 其實我都已經選了手 我就會選這部i1 因為它的外形比較特別 比其他的即影即有相機 其實你這樣拿著都會覺得有型一點 還有呢 其實它有這個Ring Flash 所以在曝光等等方面 都會做得比較好 還有它有其他功能 如果給多點時間去研究的話 我覺得就會拍到多點特別一點的相片 十乘十屆 今個夏天最貼身的Mini Travel Guide 將記者心水推介製作成旅遊收藏卡 等你走到邊、玩到邊 立即去十乘十屆報道內下載啦